美国大难将至,特朗普带领德州造反,25个州出兵秦王,拜登胡言乱语,精神状态堪忧,宿命对决胜负已分,西方接受中国,要与世界和解,印度大秀肌肉,能否成为全球一级?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拜登头疼的时候到了,过去三年大权在握,没少给前总统特朗普找麻烦,但是伴随着美国总统大选之期将近,特朗普也放出大招,一下就击中了拜登的七寸,他带领德克萨斯州造反,让美国陷入了分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1月24日,美国德州州长格雷格·阿尔伯特宣布,拜登政府允许非法移民涌入德州,对该州构成了侵略,因此,德州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将根据州法把国民警卫队开复到美墨边境,阻止联邦政府拆除边境墙,杜绝非法移民进入。 同时,他还向拜登政府发出警告,华盛顿必须让路,不要与德州执法人员进行对抗,德州与联邦政府的对峙发声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力挺,他表示,希望其他州能派出国民警卫队进入德克萨斯,帮助德州对抗联邦国家机器的暴政。 1月26日,在特朗普的号召之下,美国已经有25个州的州长发声响应,愿意派出国民警卫队进行协助,德克萨斯州之所以造反,并不出人意料。 作为美国保守派的根据地,德州早就不满于自由派那一套做法。 此前,德州还曾计划举行独立公投,要从美国脱离出去,虽然并未成为现实,但从中也能看出。 对于民主党拜登政府的统治,德州天生有反骨,这一次,拜登坚持要拆除美墨边境墙,允许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原因很简单,他需要更多来自新移民的选票。 一个自由开放的美国,有利于他参加总统大选,然而,证实这种选举政治,让德州更加不满,终于决定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特朗普带头反对拜登,首先是为了总统大选,把事情闹大,可以把拜登赶下台。 其次,美墨边境墙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产物,所以,他也是在维护自己的政治资产。 总之,在前总统特朗普的推动下,美国进一步分裂,二十几个州联合起来对抗联邦政府。 自从美国南北战争以后,这种状况前所未见,当然,美国霸权仍然是大多数美国人的共同利益。 价值观上的分裂,还不至于演变成真正的内战,导致霸权崩塌,但分裂情况如此严重,至少会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是美式民主、价值观的神话破灭。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美式价值观,美化自己的政治制度,试图用意识形态统治世界。 然而,美国严重的内部分裂,证明一件事。 就算是在美国内部,对于自由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而且,两种观点还相互矛盾,极端对立,可想而知,连美国都不赞同自己,就更加没有理由逼迫其他国家跟随美国。 美式民主既然不是正确答案,就更不可能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第二个结果,拜登连任的希望变得渺茫,特朗普能够带领德州造反。 说明拜登不仅无法弥合美国内部矛盾,反而还放大了内战爆发的风险。 因此,美国人要想避免国家进一步分裂,就不能再选拜登。 此前,多项民调结果都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要高于拜登,如今,拜登又与二十几个州的警卫队进行对峙,可以说,他的连任之路已经被堵死。 拜登想要连任,除了美国内部分裂以外,还有另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他糟糕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让美国人民不敢选他。 拜登经常在公共场合胡言乱语,辜负了选民的信任。 据美国媒体报道,1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威斯康辛州一家啤酒厂发表演讲时,突然胡言乱语,引起在场观众大笑。 美国网友也调侃称,拜登的讲话像是另一种语言。 拜登会胡言乱语,说明他的健康问题十分严重,精神状态堪忧。 而且,类似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频繁,美国人民不得不开始怀疑,拜登已经不适合再当总统。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1月22日,拜登与一个工作组召开会议。 他当天在会议上讲话时,把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和卫生公众服务部部长贝拉斯搞混了。 要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总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职位,如此重要的工作,当然不能让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来承担。 所以,拜登的支持率越来越低,根据美国路透社与民调机构盖洛普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只有34%左右, 而竞争对手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0%,美国总统大选分为两步,先要进行党内初选,然后才是最终角逐,对于民主党而言。 拜登是唯一选择,党内没有其他候选人能够相提并论,而在共和党当中,特朗普最能打。 伴随着前副总统彭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等候选人相继宣布退出,特朗普在党内初选这一阶段已经无可匹敌。 因此,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注定是拜登和特朗普的宿命对决,在选举到来前,拜登的健康问题引起外界担忧,再加上美国内部分裂加剧,这些情况都对拜登不利,让特朗普提前锁定了胜局,大概率要重回白宫。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特朗普归来,世界政治局势将会发生一次巨大的转变,以欧洲局势举例,特朗普曾扬言上台后要退出北约。 倘若所言非虚的话,仅仅这一举动,就会让整个欧洲风向急转,政治生态巨变。 而且,在对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拜登相比,虽然都对中国敌意不浅,但他更加极端。 因此,特朗普的上台,也意味着中美关系将迎来更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崛起,在西方引起一片恐慌,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从未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非西方国家十分接近世界第一强国,所以,短时间内,西方很难找到正确的方式与中国相处。 不过,国际上已经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应该学会接受中国。 据观察者网报道,2023年9月,英国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国问题专家凯瑞·布朗出版一本新书,书名为《包含中国的世界》,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后的世界政治。 对这本新书,作者凯瑞·布朗最近接受媒体采访,他再次就书中内容表示,西方必须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接受与中国共存,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西方接受中国,就像凯瑞·布朗所说的一样,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但要让西方有所改变,就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问题,西方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西方从来没有真正的平等可言,在长达几百年的近代历史当中,西方高喊着平等、自由之类的口号,但实际上做的,却是以暴力攫取利益的勾当。 从列强的军事侵略,到如今的经济殖民,西方国家的强大,始终建立在对其他国家民族的奴役和剥削之上,但是如今,中国的崛起带来了真正的平等,让西方霸凌他国的能力受到制衡,让西方价值观的谎言逐渐破灭,所以,中国才会被西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就是说,西方早已习惯了掠夺。 而中国崛起以后,他们做不到了,当然也就不适应,不满意,不接受了,与其说西方要接受中国,不如说,西方应该学会与其他所有国家平等相处,一个成熟的人,要学会与自己和解,同理,一个成熟的国家或者文明,也需要与世界和解。 西方目前就卡在这一步,迈不过那个坎,但是,西方也必须清楚,中国并不需要西方接受,就能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比如美国,完全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 从前总统特朗普时代开始,就专门为中国竖起了贸易壁垒,推出对华附加关税政策,但是后来的结果有目共睹, 中国经济在美国的打压当中逆势增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继续扩大,仍然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而且,西方越是不接受中国,渲染中国威胁论,反而越有利于中国,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当中,中国首次超越日本、德国、美国、韩国等一众汽车强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如果要问在中国汽车登顶的过程中,西方发挥了何种作用? 无疑是最好的宣传作用,就像当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给华为手机代言一样。 西方越是敌视中国,中国产品反而越受欢迎,总之,中国继续崛起,并且必然实现民族复兴,既是客观规律,也是历史大事,无论西方是否接受,现实都不会因此改变,世界处于变革前夜, 中国不断崛起,美国面临分裂,而另一个世界,大国印度,面对波绝云轨的国际局势,正在努力秀肌肉。 向全球各国展示印度的力量,据印度媒体报道,1月26日是印度共和国日,印度当天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游行,莫迪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襄胜举,一同观看盛会,印度举行阅兵式,不难想象,迭罗汉是从不缺席的重头戏, 而在这次表演当中,观众也并未失望,如愿以偿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迭罗汉,但是与以往相比,如今的印度确实要强大许多,已经初步具备世界大国的姿态,通过这次阅兵式,印度展现了三个方面的实力,第一是军事力量,在阅兵式中, 印度的主战坦克、导弹、火箭炮、战斗机依次出场,尽显现现代化军事大国风范,在过去,印度军事主要依赖于俄罗斯,但是伴随着美国与印度关系走近, 美国也有计划成为印度的国防装备供应商,两个世界大国为印度保驾护航,可想而知,印度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军事大国,其次,是科技水平, 去年,印度成功把月球三号探测器送上月球,成为继美国、苏联以及中国以后,第四个有能力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而在这次阅兵式当中,各式各样的探测器模型也是重点, 象征着印度不可小觑的科技能力,第三,印度展现了自身的政治实力,这一次阅兵式,印度筹划良久,本来打算邀请美国总统拜登现场观看, 但拜登却放了鸽子,值得庆幸的是,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场面,自从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义成战略对手, 印度就是美国及其盟友的座上宾,虽然拜登因为各种缘故未能出现在阅兵式上, 但印度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越来越近,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印度正在成为政治大国,总之,在中国看来,印度的实力似乎不值一提, 但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印度绝对不容轻视,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大国, 如果说未来的政治格局是多极化,印度也有希望成为其中一极,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